HELLO 意開眼界的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了畫廊 看的是一場時間跟速度的藝術展 當然很榮幸 請到了藝術家本人 他是大家有點熟悉又有點陌生的 彥芙 嗨 大家好 彥芙 大家熟悉的应该是他的荧光幕时光 但是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大家 可能有一点点陌生的艺术魂啊 现在是全职艺术家的艳辅 对 大家好 我们上次录影已经是几年前 大概六七年前了吧 记得好清楚 那次跟好外景一样 它就是外景 好了好多地方 而且那个时候艳辅在我们录影现场 就是这样子真正的时间 从一个全白的返布 然后十几分钟之内完成了 那时候是夏日葵 好像是吧 但那个时候应该算是 还是在摸索的节目 客气客气 还不算是那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吗 就一笔一笔一笔 当节目十几分钟讲完 那个段落的话也完成了 我们见证了那个时候您的绘画功力 谢谢 当然这几年真正投入 艺坛界的路 先说一下你心目历程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做投入艺坛 因为我从小就在 就一直对美的啊 对于艺术啊 对于想法思考啊 这边那边很多问题 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心 对然后才慢慢慢慢驱使我 走到这一步 一开始都是 有一点供应性质 然后后来又来就越走向艺术本身 然后你的作品也出国 然后开始有行李箱系列 很有名哦 大家比较很多在画廊 可能看过一些作品是行李箱 对谢谢 跟那个时候的艺演艺工作有关 行李箱其实主要的出现是 其实我是主持人嘛 大家知道以前外星附写 我在机场上我都会去思考 人跟人之间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里面东西不想背看 好那那我觉得 如果往下再思考深一点 它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 贫贱富贵 悲欢离合 认为生活 名牌 或者是什么 雍雍碎碎碎什么的 很多的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所以才会有行李箱 这个系列的出现 因为 当时是这样 在很多时候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你画的那个人 可以从经理箱看到他的职业 个性 对 是哪一种人 好像是我以前的什么朋友 好像是我以前的什么什么 会有那种想象 就是人的缩影 因为你出去大概一个礼拜一个月 你的生活所需就缩在那个框框里面 对 等于是用人物借情于行李箱 它也像是有点照镜子的感觉 2020年开始 那个时候有一场展览叫做起点 起点 那个就是所谓的运动员咯 它算是我 现在运动员系列的 第一次的正式发表 对 2020年的时候 那为什么我画运动员呢 因为从小我就是一个体育选手 对 那我觉得我们的个性的养成啊 在事业上啊 我觉得深受我们小时候当选手啊 当小选手的那种教育有很大的关联 你从小就有开始体育比赛吗 我小时候就是跑步啦 我是百米选手啊 对啊 所以那后面我就会想说 那我的绘画是什么 我就开始从我的个性去寻找 挖掘生命里面的 对挖掘 我去思考我关心的是什么 对 然后我在想的是什么 然后呢 我关注什么 然后我要说什么 我要用画 用笔 用颜料 说什么 对 时间 空间 距离 现在 过去 未来 所以 然后呢 问号 我觉得最好的 艺术品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提供给大家一个很无穷大的题目 但是它不给予一个很正确的答案 对 创作者 对 我觉得这是 我想要表达的吧 对啊 所以 我的颜料 我的颜色 会产生一些速度性 但是 速度性 不代表它画得很快 因为画得很快 你不见得能够出现速度 对 所以 我这几年在 研究的是我的绘画 还有 这个题材也是我 从很小的时候就 看习德信啊 看 刘其伟啊 的水彩啊 这样子学习上来 还有 许备红的马啊 从小我就都画水彩素描这样 一直到现在 而 今天看到的这一场 应该算是运动员系列 规模比较大的 诶 等一下 运动员还去了美国 对 LA Gallery Seasons 那是还蛮重要的一个 对 突破 对不对 2022年的夏天 在洛杉矶 我办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个展 那我觉得 在洛杉矶办展展 对我来讲 有重大意义 因为以运动的 以奥运的历史上 84年的洛杉矶奥运 它算是一个 把奥运史 推上商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对 那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办一个 这样的展览对我来讲 意义非常重大 对 又以小时候以前是运动员的身份 来看这件事情 对 因为一般人可能不会这么记得 1984年的奥运营 因为我其实从小 我觉得我蛮关注历史的 关注地理啊 关注政治 关注运动体育嘛 然后奥运史啊 商业史啊 我都蛮 我都在关心这些啊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那边展览 对我来讲也算是一种 梦想成真的感觉 对 然后再过两年 过一年半之后 在台北双方办这样一个展览啊 其实算是我体育运动这个系列的一个 极大床 对 对 一种 怎么讲 完整呈现 阶段的总结吧 对 一个棋中考吗 对 教考卷 对 对一般人来讲可能是这样 这个是 不是 他某一看以为是游泳 你知道吗 我以为只是变形的游泳 就细看他不是游泳 足球场很大 所以我 是绿的 绿吧 然后你看 80年代 70年代我们看到足球 电视上都是这个颜色 不是那种那么绿的 对 那么轻啊 草地没处理好 没有那么好啊 以前草地没那么好 对 草地 这就是场上的演员啊 假摔 到现在还有啊 现在每一代都有演啊 每一代都是啊 场上演员就是这个展览的处理 好有趣 美式足球 是一个很剧烈的运动 也是非常具有速度性的运动 对啊 相对他也暴力 对啊 对 所以 而且他很特别 他把人的头都 藏起来 照起来 那我觉得红色在绘画当中 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西班牙的红色是热血 东方人的红色是血染 对不对 我想说喜气 喜气啊 血染都可以 但是它的象征意义是 不太不太一样的 嗯 对啊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那边那个小人 顺影头页 头页 小人最主要就是 我要表达一种感觉就是 这些流行产业 这些运动产业 都是透过小镜头 放大到全世界 嗯 嗯 很有意思啊 这个也是 田徑系列 但是它变形了 还是它是 一个运动历程的瞬间 不同的姿势 不同的步伐 这个已经 最后一步了 到终点了 对 所以它可能是 最后两步才一步 因为比赛很有可能 在终点之前 我这两步赢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那一点点 有些人快前面 有些人快后 差之豪灵的时候 我要表现出 它的那个 很紧张的感觉 还有毫秒之差 赢得瞬间 真的你的颜色 很不一样 因为紧张 整个气流都被 这两个打到你就好了 所以它是有逻辑的 对啦 像这个 像这个mark 这个mark 这个mark 都是跑道上的 标记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它跑得不好 所以你这条是跑道的 对啊 如果你要解释的话都是 把它融在那个 环境上推 让它有腥风血雨的感觉 可是颜色又是这么的 要让它有点 颜色又对比啊 颜色又是这么的嫩 对 像江神一样 噓 噓 而且很火烫 很烫 很烫很热 对 对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很烫很热那种江神 但是它的整个神经 是很温馴的 它的神经不是那种 华拉丽的那种感觉 对 对 然后这一道呢 这一道就是像马俊一样 其妙的感觉 所以它是被禁锢的 被限制 它是被驯服的 它是被约束的 对 你看这个江神 整个弄到红 它是有多么大的张力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有 很有想画 每一部 每一部都是有原因的 不是乱画的 我知道 这一次这些作品里面 它是有投射某些 运动史上光药 特别的时刻 还是你心中在画这些的时候 它心中有一个目标吗 不管是画家或是艺术家 它在追求可能都是 人生当中的最 极大成的一个年代 像我觉得我小时候 就是80年代 90年代 那时候的一些 一些流行产业也好 运动产业也好 对我来讲影响很深 所以我的角色 我的构图 我的颜色的 选用的方式 大概都是那个年代的 媒体给予我们的一些 养分 对 那比如说摄影的视角 某个年代 有某个年代的摄影视角 那个摄影视角 会影响 那个世代的审美观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作品是 好像某一个场上的瞬间 那个赛道上面 就是运动是需要用力跟放松 你才有办法推进力量 那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人生 在我们自己的职业场上 在我们人生赛道上 是一样的 你一直用力不会有力的 你要放松用力 放松用力才能够慢慢推进 那所有的选手都是 累积了很长时间之后 才是瞬间的爆发 所以准备 永远比比赛那一刻 还要来得更加的努力 所以还要来得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 某种程度上 我也是想要阐述 这样的一种思考想法 在我的作品里 那你说你在这个 运动员系列想要表达的是速度跟时间 对 我看到了速度 因为从这样子 笔触 粗 我可以说粗犷的笔触 对 然后 但是 某些姿势 比如说运动员的姿势 不管是游泳也好 这个冲刺的这个 那个喝彩瞬间 那我看到的是 不同的姿势 还有这个人体的 你是怎么样掌握这些 因为 其实 非学院出来 但是知道 艳甫跨入艺术界非常用心 看好多展 也看好多艺术史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要了解艺术史 最重要就是因为 你要了解你在干嘛 对 大部分是看到的是 所以 每一个运动项目 你都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 每个运动项目 你要了解它 人体结构上 它要怎么表现 还有 一个比赛 如果只有十秒钟 跟一个比赛 有两天三天 那个心理的变化是不同的 对 所以 你要了解运动员的生理 运动员的心理 还有比赛场合的 比孝性跟比奥运的感觉不一样 对 所以它还是有很多的 心理基础在里面 我觉得 我想要画运动员 我想要用运动员去画画 并不是只是用画家去画画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 因为我们都有拉伤过 都有运动伤害过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感同身受 对 艳甫有说过一个很酷的就是 我画得很好或我画得很像 不管你的事 对 对 对 你要观众感受的是什么 它不是要追求神似 它是要追求那个 瞬间的画面的触动 我希望 你们就是 体育场上的第一排 对 你可以感受它的紧张 你可以感受它的期待 对 那这个感受的紧张跟期待 有可能 是你想往的 那你想往的时候 你想往其实就是你的希望 你的梦想 对啊 是好的 我画得很有张力 但是它没有侵略性 马是跟你创作源头有关系 马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因为 小时候我是真的因为看到马之后 才开始画画 对 马的 这个物种的美好啊 它的肢体啊 它的毛色啊 它的灰汗如雨啊 它的声音 它的气息 它的马蹄铁 走在这个水泥地上 就让我的心里 产生一种安定感 那这个安定感 让我觉得很踏实 所以 所以 你 我在画画的时候 我就想要 表现出这样的那种 安定感跟安全感 对 所以 画画对我来讲 是非常具有安全感的 所以我以前在圈内的时候 我也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我并不是努力 要把这个画给画得怎么样 并没有 我是寻求一种安全感 一种安定感 对 那 我的展览 我都尽可能跟 比如说我跟曹政说 你让我放一匹马 因为马对我来讲太重要了 而且这个展 我也看到了 那么大 这个展那么大 放一个很象征性的马 我觉得 对我来讲很有意义 对啊 所以 所以 今年我在台北展览 我也是放了一个马对 对啊 这是象征的 这个艳斧的艺术生命 以前有一阵子系列 你会画名人 玛丽的梦露啊 这些 对不对 对超久了 我刚刚 所以我们说历程很重要 但是这些运动员 我看不到脸孔 你是特意的把它给 我是刻意把它淡化掉了 对 我是希望把他的那种英雄感 把它退化掉 对 让环境 跟他的身体 跟他的肢体 能够融入一体 在这个画当中 如果我今天画 把人画得很清楚 可能你们就会focus 欸这是谁 猜哪一场比赛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 看画是有系统的 看画是有一个脉络的 对你看到他的第一眼 决定他的寿命 对决定这个作品的寿命 对 这是我自己 在看展览的一些心得 对 所以 这几年艳福看展也很用心 而且你看得也很广 的范围 像Tumbling的展 你都有去看 你这几年 对 在洛杉矶我们去看 对 Tumbling我自己很喜欢 很喜欢他那种 涂鸦抽象大师啊 对我很喜欢他整个 整体的表现模式 但其实他也是在讲 古典罗马时期 一些经典的记忆跟象征 可以感受到你的用功 跟全面进攻艺术圈 艺术圈也是一个高手 如银的这个领域啊 也很难啊 其实我真的 没有压力 我不太想这个 因为我来做这个事情 我今天来创作 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为我自己啊 我不是为了竞争 为了要 什么目标 目标什么 我并没有这样 我是真的很热爱 那你说我很用心看展 我的兴趣就是这个啊 我的兴趣就是 没事就是去翻翻书啊 在那个书店啊 成品啊 以前小时候我就在翻书啊 对 它是我的生活啊 我不觉得我特别要去追求什么 我没有啊 最后呢说到艺术家 我们在这个艺坛界好了 我们说这个艺术界里头 很多艺术家 当然是不断前进 他的绘画主题也好 或者是他的这个表现手法也好 很可能十年才发展一个主题 可是你看哦 我们刚刚数下来十年 你已经有两个主题了 这算是很快的 我觉得不同时代的艺术家 大家会有不同时代的想法 因为坦白说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走得非常快 走得非常快 昨天的新闻今天已经没了 对不对 所以很难说 系列或者是很难说题目 对希望 我希望我的作品就是一个题目 不管是十年后二十年后 我画什么都是这个题目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 可能是我要超越 跟我要进步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期待艺术有更多更多 精彩作品 谢谢 谢谢 现在是艺术家 谢谢 果然真的好用功的艺术家 可以了 很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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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